这个被美女踢来踢去的男人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但你敢相信吗 在这个以数值为尊的世界 她的等级竟然高得下人 而且身份也非常不简单 就在刚刚 女澡堂里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 一个带着有点阴间面具的男人浮出水面 其他妹子看到此人都是撒腿就跑 可这个蓝发美少女却没能反应过来 结果当场就被面具难砍油 而且上手的同时还在不停地说着虎狼之词 少女后知后觉一肘便将变态男打出鼻息 紧接着就赶紧逃离 可变态男不仅穷追不舍 还疯狂地对他求婚示爱 好在这时一女人将其打飞 而这个大欧派姐姐虽然有点彪悍 但她是一个嘴硬心软的女人 她名叫奈奈 是这家移动酒馆的老板 也是面具男希特的顶头上司 为了表示歉意 她决定请少女吃饭 一个月没吃饭的希特也想沾光 可却遭到了奈奈小姐的就地制裁 经过了解美少女名叫杨菜 不幸万里才来到了这里 原本她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安稳的生活 可就在五年前的一天 杨菜就亲眼看着母亲被大地吞噬 而在吞噬时 母亲交给了她一个万分数字球 并让她将数字球交给传说中的鸡坠王 于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杨菜就开始了徒步寻找旅行 但是她至今都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会被大地吞噬 奈奈小姐听后有点怜悯杨菜 随即也跟杨菜解释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个被树脂统治的事件 这里的人类从出生就带有一个树脂 树脂的高低代表着这人的身份地位 而树脂会因义务的某件事物而技术 比如奈奈小姐做出的食物得到了好评 她的树脂就会增加 反之则会减少 这种变态就应该人见人打受到制裁 而奈奈小姐也继续告诉杨菜 她的母亲其实是被阿比斯吞噬 只要人身上的树脂变成了零 就会被大地中的阿比斯无情杀死 但这个世界也有一个铁规定 那就是树脂低的人无法违抗树脂高的人 杨菜目前的数值是441 她的义务则是每走100公里增加一点 如今她已经步行了4万多公里 只为找寻那传说中 带着白色闪耀星星的英雄鸡坠王 奈奈虽然也听闻过鸡坠王的传说 但这就如同童话故事一般 人尽皆知却从未见过 可杨菜却非常坚信 因为她四处打听泰得知 这个城市就出现了带着星星的人 可奈奈在这座城市生活多年 却从未听闻和见过这样的人 就连变态希特也没有见过 可就在这时 一个军官男人出现 并说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鸡坠王 白色星星就是最好的证明 奈奈小姐刚想说什么 却被杨菜的哭泣打断 因为她一直苦苦寻找的鸡坠王就在眼前 所以非常感动和激动 男人这时也主动邀请杨菜去军营详谈 而他也是傻傻地跟着去了 杨菜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真傻白天 很快他被带到了军营之中 可这时自称鸡坠王的军长 却趁机站起了便宜 一旁的士兵也是一脸的坏笑 杨菜虽然感到了奇怪 但还是将数字球拿了出来 男人一脸惊恐 就连一旁的士兵也是同样表情 但男人这时却二话不说地砍向了杨菜 想要夺取数字球 如此情况下杨菜想要利用自己的数值高 命令男人不许对他攻击 可男人却是一脸坏笑 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另一个规则 那就是星夺战 所谓的星夺战就是赌上自己点数的战斗 是他们军人可以发动的特权 话落男人便将杨菜丢出了窗外 随即上前掐住了杨菜脖子 威逼他就地认输 杨菜囚劳的说着不要 可这却正宗男人下桓 因为囚劳代表的就是认输 随即无数阿比斯便抓住了杨菜 并将他的数值拿走 添加到了男人身上 这时男人也上前嘲讽 因为杨菜的数值就只剩下了义 再来一次星夺战就会被阿比斯吞噬 他威逼杨菜交出数字球 并成为他的女人 对此杨菜哭泣地询问 他不明白传说中的鸡坠王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下贱的事 在他的心中 鸡坠王就是带着白色闪耀的星星 是传说中废弃战争的英雄 对此男人也不再伪装 当即就撕下了星星贴纸 听到这番话 杨菜陷入了绝望 他不敢相信母亲的遗愿 会是这样的结果 男人也不愿废话 当即就再次威逼索要数字球 而就在这时 希特及时赶来 为杨菜接下了这场星夺战 并亮出了手上的数值 看到师傅999 男人也是大笑出声 因为这种数值 就是最最最下等的剑鱼 敢来挑战自己 简直是愚蠢至极 话落变一阵突刺 一击挥砍也是将希特彻底击飞 但男人可不打算就此放路 再次疯狂对其挥砍 而这时一旁的士兵 察觉到了不对劲 负999 可是跌破了这个世界的点数 按理来说 应该早被阿里斯吞噬殆尽 而如今的情况说明 负999的点数 是被其另一个数值抵消 很有可能这家伙 就是数字球违反石油者 听到这番话 男人也是瞬间顿主 也就在这时 希特的布娃娃被撕裂 一把武器赫然出现 随即一瞬间 希特便出现在杨泰身后 他劝告杨泰别再寻找什么鸡坠王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杀人犯 此时希特的面具开始碎裂 武器也被缓缓打住 上面赫然的出现了白色星星 和高达5700个人 希特一把就将杨泰揽入海中 此时此刻 杨泰确心已进行 希特就是传说中的英雄鸡坠王 在300年前的废弃战争中 诞生了一批超人类英雄 他们就是带着白色闪耀星星的鸡坠王 因为有着他们的存在 战争才得以结束 然而随着和平的到来 鸡坠王们却都消失不见 他们也就此成为了传说 但是万万没想到 300年的今天 传说中带着白色闪耀星星的鸡坠王出现了 而就在不久前 美少女杨泰带着母亲的遗院来到了这座城市 想要找寻传说中的英雄鸡坠王 可却被冒充鸡坠王的军官男人欺骗 一招请军入望 也是直接将杨泰就地按倒 被欺骗了不说 母亲的遗院也将要在此落空 这让杨泰悲痛不已 但关键时刻 一出场就调戏过他的变态男挺身而出 随着伪装面具的碎裂 白星星武器的缓缓拔出 变态男瞬间就变成了传说中的英雄鸡坠王 杨泰也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五年四万公里苦苦寻找的鸡坠王 竟然就在眼前 而面对传说中的鸡坠王 士兵们也开始了慌不择乱 但军官男人却表示 希特是假冒的鸡坠王 因为鸡坠王可是三百年前的英雄 现在应该早就死绝了 所以他认定希特是假货 在他的一番说辞下 士兵们也鼓起了勇气 一同拔刀就冲向了希特 可希特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一个强大气场的脚印 三名士兵也是当场被震飞 随即一阵风声围绕着男人周围 男人这时也有些惊慌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谁知下一秒便被希特一脚震飞 随后也是边走边说 让男人将杨蔡的点数归还 强大脚气也是不停地抽在男人脸上 随即强大气场的一刀静直地挥下 这时希特一跃跳上了天空 杨蔡也在此时睁开了眼 虽然身处高空他无比震惊 但他还是对希特感到了抱歉 抱歉一开始把他打出了鼻息 现在他确定以及肯定 希特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鸡坠王 表示回去以后要以身相许 还要请希特吃饭 希特也是欣然地答应了 随即一记从天而降的身法 化作流星直冲男人而去 一阵巨响过后 军官男人也彻底卸菜 随即男人的点数就被拿走 触手也是上前掰开的杨蔡大腿 将点数连本带立地归还 在一切都结束后 杨蔡抱着数字球泪流满面 因为母亲的遗愿他终于要完成了 可就在这时 希特却严肃了起来 上前一把就将数字球夺走 还露出了一脸的邪笑 随即也是立马揣进兜里 并说到要将数字球卖掉 成为有钱人 杨蔡一脸蒙却又笑脸地询问 为什么 可谁知希特却将长刀架在了杨蔡脖子 但又立马收起了刀 并丢给了他一个布娃娃作为交换 杨蔡不敢相信 一直心心念念寻找的鸡坠王 竟然会是个抢劫犯 对此希特也告诉杨蔡 鸡坠王可不止他一人 或许他并不是杨蔡要找的那个鸡坠王 花落便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了无比伤心难过的杨蔡 傍晚杨蔡失落地回归 奈奈小姐见状 也是立马上前询问 杨蔡只能无脸哭泣了起来 在得知事情原委后 奈奈小姐让杨蔡好好拿着这个布娃娃 因为真相马上就要被揭晓了 原来持有数字球在这个世界是重罪 如果被军队看到会被追捕一辈子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地保护他 希特才故意上演了一场抢劫戏 而此时此刻暴露身份的希特 也已经坐上马车前往别地 得知真相的杨蔡也在后面不停地追赶 病述说着他这些年的孤独与痛苦 但希特只是默默地戴上了一副面具 手上被美女甩掉的次数也就此增加 临近夜晚 杨蔡却依旧跪倒在原地 可就在这时 先前的士兵找到了杨蔡 看到杨蔡手上的数字球 他却欣然一笑 随即也立马解释 他原本就对数字球不感兴趣 而且此次前来是专门给杨蔡道谢的 因为多亏了杨蔡 他们才找到了传说中的英雄 代号001的闪击击坠王 很显然 一股黑暗势力正在悄然而尽 曾经对调节的头号痞子 女孩口中的变态男 如今却一战成名变成了重罪通缉犯 在暴露身份后 希特便选择了离开家人身边 可虽然希特的通缉令传遍了大街想象 但这个美女军官却丝毫不在意 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助人为乐 小镇上大大小小的事 他都会插手帮忙 也因为他的技术是帮人的次数 所以他甘愿成为志愿者 帮助小镇的老人和孩子 虽然他也叫马林 但相对来说 他的欧派根本无法批免 因为这个小镇非常和平 没有一个罪犯 所以他便想到见到一个儿童乐园 而他的跟班 虽然对美女军长没有青睐之情 但他却非常看不惯军长好人作风 随即也是掏出了希特的通缉令 让他好好干正事 看着上面是一个戴着奇怪面具的男人 马林也感到了疑惑 鸡坠王作为三百年前的人物 为何能活到现在 而且还戴着奇怪面具 可华洛一旁的布丁商贩 就吸引了他的嘴 因为老板就带着一个奇怪面具 感觉这个马林也是一个傻爱天 但他还是决定要看看面具后的尊重 布丁对此也是极力解释 说他长得很坦很不受女生欢迎 随后也是亮出被甩了一千次的点速 说他因为内心极度的卑微 所以绝对不会摘下面具 说着说着他便嚎啕大哭了起来 并表示好想和女生约会一次 一旁的跟班当即就提议 让马林满足他的愿望 因为这种不幸的家伙非常少见 是赚取点数的好机会 但马林对于约会根本就一窍不通 跟班当即就牵起了红线 并拿出了一本恋爱大拳 表示约会第一步要从牵手开始 马林于心不忍又有点羞涩 但还是非常大方的将手伸出 布丁也是毫不客气 而马林的分数也是立马上涨一分 跟班非常高兴表示接着来 于是下一步两人同喝一杯五汁 但这个吸管怎么看都非常奇怪 为了创造更好的机会 跟班提议两人去吊桥欣赏风景 可当两人走到桥中间时 跟班就开始使唤 布丁也是灵光一闪 立马就抱住了马林表示很害怕 好家伙真是神助攻 布丁都竖起了大拇指 心怀占便宜的宗旨 布丁开始使劲蹭 可一不小心马林就一脚踩通 在关键时刻 布丁伸手将其救下 英雄就没让马林对布丁产生了心动 事后布丁终于得到了美女长官的青睐 了解了什么是叔叔柔软的吸震 果然马林的点数又上涨了一分 于是跟班决定加大尺度 可就在这兴奋的关键时刻 跟班终于不再装傻充了 他无情吐槽美女军长并倒是 布丁的点数都成不数 却还未被阿比斯吞噬 他很有可能就是鸡坠王通缉犯 马林一听当即就拿下了布丁面具 结果还真是那个被通缉的变态鸡坠王 趁着美女分神之际 希特便顺走了马林的佩刀 还劝告他不能暴力要相亲相爱 但谁曾想着妹子是个肉体强者 佩刀只不过是装饰而已 而真正的武器正是她的腿脚 可一旁的跟班却在憋笑 因为美女军长的踢腿尺度过大 而且裙子又异常的本 所以她已完全地走光 得知自己走光 马林也是又秀又闹 但她也是感到非常奇怪 刚刚的攻击竟完全没有伸到布丁丝毫 花洛布丁就来了一个老少封杀的币国 并阐述她对马林的一见钟情 结果这招百事百灵 马林无尽地幻想未来幸福生活 并嘟嘴打算献上香吻 可却被跟班打断 因为希特早已逃走 跟班也再次无情吐槽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看来希特又一次伤害了一名少女心灵 此时酒馆这边 杨菜为了再次见到希特 就此成为了奶奶小姐酒馆的服务员 但杨菜还是非常担心希特 对此奶奶小姐也表示等积攒购路费 他们就出发寻找那个复兴汉 而就在这时 一个眼镜男军官找上了他们 奶奶小姐看出了对方的身份不简单 便笑脸相迎 而眼镜男也是开门见山 询问希特的下落 奶奶只能敷衍地表示不清楚 可花洛就被眼镜男操控钢铁控制 而这时眼镜男也表示最后一次询问 最终奶奶也是无奈说出了希特的逃亡方向 少女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致富太短 胖刺竟然被全镇男女老少目睹 还被调侃胖刺不够成熟 而就在刚刚 眼镜男得知鸡坠王的下落后 扬长而去 同时还掀翻了奶奶小姐的酒馆 而这股操控钢铁的神奇力量 也让杨菜感到了好奇 奶奶小姐对其解释 这就是数字球的魔力 因为太过强大 所以只有军人才可以携带 而普通人就会被重罪通缉 如今眼镜男已经前去逮捕希特 这让杨菜非常担心 毕竟希特是为了袒护他 才落到被通缉的下场 可傻姑娘是万万没想到 那个心心念念的复兴汉 此时正在与别的姑娘打情骂俏 因为没钱远走高飞 所以希特依旧留在了小镇 被马林发现后开始了疯狂的你追我赶 而这却意外地勾起了 卖菜稀释的兴趣 踢腿便迅速追赶 结果没想到女人的腿脚如此快速 奔跑的同时还推销起了进口大萝卜 认为马林和布丁男是一对小情侣 结果这番话直接让小镇 所有的男女老少震惊 随即众人也跟上了追赶的步伐 在一阵乌龙过后 希特也再次躲藏不见 也就在这时 一偷欠面包的小男还被抓个正着 商店老板希望马林能够处置这个小偷 但马林是一个热心肠的姑娘 得知是太过饥饿的动机 她便口头教育了小男孩一番 并告诉她 以后要是饿了 可以去值班市找她拿吃的 这一幕让众人非常欣慰 可没想到一群老人却趁机想占便宜 马林只好告诉大家 她正在追捕通缉犯 可一不小心 她却一脚踩坏了小女孩的布娃娃 小女孩也是当场嚎啕大哭 马林对于修娃娃根本无从下手 跟班这时也提醒马林 追捕重犯才是正事 可马林却不愿离去 决定要先修好女孩的娃娃 因为这个娃娃是女孩母亲留给她的遗物 她不能对重要的东西拖着不走 一旁叹息的希特也感到了欣慰 于是当即就跳了出来 并迅速修好了女孩的娃娃 这让马林感到了心动 但还是逃不掉通缉的追捕 可这一次却是甜蜜的追赶 而这正是眼镜男带兵杀到 见到中卫的到来 跟班当即就上庭敬礼 而马林却是第一时间去查看希特情况 却没想到士兵直接将两人团团包围 这时希特也不再装死 并卸下了伪装 眼镜男也立马下令进攻 于是士兵开始不分敌我的突刺 眼看马林将要被刺中 希特当即就用勺子挡下了攻击 而随着勺子的碎裂 那把40米的大刀再度出现 随后一刀挥砍就击退了包围的士兵 眼镜男这时上前 他询问马林什么是违法重犯 马林也是如实回答 持有数字球的普通人就是重犯 这里马林也继续介绍 数字球拥有特殊性质 获得各种不同的特殊能力 比如眼镜男创造出来的钢铁 就是其中之一 这时希特也告诉眼镜男 自己拥有数字球 点数也有5700 而他的点数只有900 所以这就证明眼镜男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可谁知眼镜男 却二话不说地发动了魔力 地面也随即出现了无数铁字 眼看就要被钢铁击中 希特便使出了闪击能力 超高速的移动刮起了阵阵风声 而希特想要借此逃脱追 被砸回地面的希特也瞬间明白 眼镜男的点数绝对不止900 随即眼镜男在发动魔力的同时 说他这是一种信念 亲手制裁恶人的信念 而由于军队的规则很麻烦 点数太高会被强制升官 希特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眼镜男的点数 竟高达12500 半猪吃虎的眼镜男 到底有多强 面对传说中的英雄击坠王 他开始了无情碾压 希特见是不对 也是立马使出了闪击一动 可眼镜男不仅轻易躲避 还释放钢铁将其武器击飞 没有了武器 希特便摆出了架势肉搏 可虽然双方都是用同样的拳脚技能 但希特还是不抵眼镜男 随后也是被当场踹飞 而击飞的武器也掉落在了眼镜男手中 但眼镜男只是看了一眼 便将40米大刀归还 并表示刚刚的闪击太慢了 这调侃趣味实在太重 希特也有被激怒 随即一跃而起飞上了高空 他决定使出那招从天而降的剑法 但眼镜男对此早有应对手段 只见他释放出了无数铁棒攻向希特 借此打断技能释放 随即一招冲天柱直接命中 并用钢铁将其牢牢锁 两人的战斗也是就此暂停 希特当即投降 并表现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对此眼镜男非常想不通 但能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希特应该也是军员 因为刚刚希特施展的近身搏斗 正是军队正统传授的军用格斗术 而他的疑惑则是 上级下令全员出动追捕 只为了一个区区五千七百点数的通缉犯 虽说抓捕的是传说中的鸡坠王 可三百年前真正的鸡坠王如今不可能还活着 所以他现在非常好奇 希特到底是何来头 面对眼镜男的询问 希特却表示无可奉告 眼镜男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便决定严刑逼供 谁知马林却挺身而出 并挡在了希特身前 马林也说出心中的想法 希特虽是罪犯 但他不仅帮助过自己发传单 还帮助了小镇的孩子 所以他认定希特不是一个坏人 他认为了志愿者 还要建造一座小孩子的乐园 他认为这种事情简直无聊至极 并当场撕碎了马林的传单 自己的梦想被上级撕碎 马林的内心无比难过 这时希特终于无法忍受 挣脱束缚的同时并表示 他并不是无法斩断这些钢体 而是因为他不想破坏这座 因马林而存在的和平小镇 随即希特准备施展权力与之交锋 眼镜男也不甘示弱 当即就用魔力化成了拳套 随即两股力量发生碰撞 强大的气场使得周围的地面开始碎裂 而马林所在的峭壁也被波及 下一秒马林便掉下悬崖 眼镜男见状当即中断战斗 并飞速上前救人 但没想到希特的速度更快 眨眼间希特便将马林抱在了怀中 如此暧昧的举动让马林感动 可希特却调侃他太重了 还劝告他要赶紧减肥 见眼镜男也跳了下来 希特当即就将马林丢给了眼镜男接力 而他自己则趁机掉落悬崖逃离 眼镜男也不负所托 抱着马林便回到了上方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被公主抱 马林也是感到了不好意思 随后眼镜男捡起了撕碎的传单 回想起了希特说过的话 这座小镇之所以和平 乃是因为马林的存在 随即他便使出魔力 建造了传单上游乐设施的雏形 一时间所有小孩子都是一脸兴奋 随即也是蜂拥而上 马林有点摸不着头脑 而眼镜男也告诉马林 他如果不在附近 魔力将会无法维持 所以他决定给马林三天时间 克制游乐设施 而三天后他要马林 和他一起去追捕希特 马林非常高兴 当即就去准备工作 而眼镜男看着掉落的分数 他明白最后时刻 传说中的鸡坠王 还并未使出真正的力量 没想到甩了一千名女性的老司机 竟会被一红发少女逆推 而且还是当着女主人的面 就在不久前 正在逃亡的希特戴上了新面具 三天没吃饭肚子一阵叫唤 可却发现口粮 竟只剩下了一颗花生米 希特是万万没想到 杨菜竟然找到了自己 于是他当即就扮起了乌鸦 而这一次杨菜是绝对 不会再次放他离去 希特就向主熟的鸭子嘴硬 杨菜见状直接一把 接下了他的面具 并表示华成辉 都不会认错自己的老公 这时奈奈小姐呼唤两人 其实能找到希特 全都是奈奈小姐的功劳 而希特在马林小镇的遭遇 以及出手保护美女的事迹 奈奈小姐也有听闻 杨菜得之后也是一脸气愤 所以奈奈小姐十分明白 按照希特的尿性 一定不会走正宝 而现在希特最想的 就是吃点东西 于是二话不说 便恶虎扑实 奈奈小姐表示 她早已不是酒店的服务员 要吃东西得付钱 没钱就得先和杨菜去干活 这波很明显 奈奈小姐是在送老公 于是希特按照吩咐 和杨菜去小树林里捡树枝 谁知杨菜一脸都是娇气 并指责希特是个大骗子 但转头杨菜就备好了饭菜 决定让希特旅行一起吃饭的约定 杨菜专门为希特精心准备了三明治 而现在的场景也让杨菜无比欣喜 因为他们现在就像一对小情侣一样 可就在希特准备开吃时 一只巨大的不明生物掠过了头顶 杨菜是一脸懵 但希特却无比震惊 而此时一个红发少女正在拼命使力 想要让飞机起飞 希特大喊不妙 因为少女的前方正是万丈深渊 但此刻少女并没有停下的打算 而当飞机冲向悬崖暂时悬空 少女还以为自己成功了 可下一秒飞机连带少女都一同掉下了深渊 好在关键时刻 希特化身飞鸟战士 将少女揽入了怀中 带到少女再次睁眼 却被眼前一幕无比震惊 而他看向希特是一脸的心动表情 于是落地后的第一时间 少女就直接哭倒了老司机 这一幕直接让杨菜羞红了脸 希特也是连忙喊道 老司机要飞了 一阵检查身体后 少女这才得知希特是真的没有翅膀 拉着他就要回窝深入了解 一旁的正牌女主终于发话 少女这时也介绍起了自己 她叫菲尔默 是一个没能起飞的王牌飞行员 随即他便带着两人来到了自家仓谷 菲尔默的梦想就是制造出飞机 然后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而目前他一共制造出了9架飞机 但都没能起飞 希特这时看着设计图纸一脸的民众 原来在这个世界飞行研究是严令禁止的 想要飞上天空的人 一旦被捕就会立即处于死刑 但是对于菲尔默而言 飞向天空从小就是他的梦想 而为了这个梦想 他认为以命相搏非常值得 希特回想起刚刚菲尔默拼命的样子 拿起笔就在设计图添加了一笔 菲尔默一看瞬间描底 他对于希特感到了不可思议 但随即便将两人赶出了屋外 表示他要开始研究改造 两人直接傻眼 但两人并未就此离去 而是在仓库外谈情说爱 杨菜的梦想是完成母亲的遗院寻找鸡坠王 所以现在他的梦想算是达成 而当杨菜询问起希特的梦想时 希特却是默默的戴上面具 表示偷看杨菜群底就是他的梦想 杨菜羞怒的同时喊着不要 但但越抵抗希特就越兴奋 可就在关键时刻 经过一番改造 第十架飞机终于闪亮登场 菲尔默表示这次一定会起飞 可就在这时 希特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远方一群士兵正在赶来 菲尔默无奈叹息 可为了梦想他决定输死一搏 希特也拔出了大刀 却是一脸凝重 就在士兵慢慢靠近时 希特却掉头将飞机砍碎 这让菲尔默和杨菜都大吃一惊 但菲尔默却十分明白 希特这是在保护自己 当士兵到来时 菲尔默便谎称自己只是在修理受损的风车 看到如此情况 士兵也只好作罢 而当士兵离开后 希特就对菲尔默表示了抱歉 杨菜也表示重新再造一家 他和希特都愿意出手帮忙 但菲尔默却感到了遗憾 并说到此为止了 随即他露出了肩膀上的分数 一直接变成了零 下一秒大地的阿比斯也开始出现 其实菲尔默的点数就是实现梦想的个数 从他得到起始的十分开始 他就一直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 希特没想到是他亲手荡送了菲尔默的梦想 但菲尔默却让希特无须难过 因为他知道最后一架飞机 一定能够飞上高空 杨菜一脸的惊恐和难过 因为这是他第二次目睹阿比斯吞噬 他想要上前拯救 却遭到了阿比斯的击飞 而阿比斯也冲着杨菜息去 希特见此情况举刀便砍向了阿比斯 却意外激发了曾经记忆 这让希特头疼欲裂 而看着菲尔默将要彻底拉入地下 杨菜当即就打算再次上前 却被希特一把拦下 菲尔默也告诉杨菜 不用伤心和难过 因为被阿比斯吞噬未必会就此死去 而且直觉预感他们还能再次相见 于是菲尔默便和杨菜约定 一定要再见 而就在杨菜难过想要痛哭时 希特却跪倒在地 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眼中001的数字也赫然出现 男主的后宫终于着火了 两个妹子对视野 一同发出了致命问题 他是谁 希特是一脸的冷汗直流 就在不久前 希特从昏迷中苏醒 却惊奇地发现 杨菜竟然睡在了自己身旁 本想闲一次住手 可因昨天想起的记忆 他终究还是失去了兴趣 很快杨菜也随之苏醒 却发现希特不见了 便着急忙慌地前去寻找 但好在希特这次并未离去 于是当天杨菜便拉着希特陪他去逛街 可希特却是一脸凝重 杨菜想要鼓励希特打起精神来 可没想到下一秒 这时马灵文风而来 上一秒他还阐述对希特的相思之苦 可下一秒就把希特给抓了起来 真是攻势四十两不误 这时两个少女终于对上你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云霉 面对两个桃花债主 希特撒腿就跑 好在奈奈小姐及时出现 一把便将其放倒在地 看到两个少女为了一个男人争锋吃福 奈奈小姐可不会放过这等好事 于是当即就举办了一场料理对决 而胜利者就可以获得希特 想要对他干什么都细听尊便 马灵刚想说对希特没有特殊想法 一旁的杨菜就发动了攻势 一定要做些什么让希特开心开心 看着两人你门我门 马灵当即就决定参加 既然参赛选手就位 奈奈也将菜单定为让希特打起精神的料理 随着奈奈的敲响 料理比赛也正式开始 首先是自备选取食材 马灵这边来到了一个菜摊 中年老板看着马灵卡哇伊的造型 当即就决定全店打热 还对马灵一阵猛话 而这边杨菜就比较原始 他选取的是野生食材 就在这时一头熊二志冲而来 可下一秒就被杨菜的陷阱直接吊起 杨菜是一脸无害的拿出了笔手 此时赛场这边 马灵已经开始处理食材 他准备给希特做一份充满爱意的动作 充当主持的奈奈拼后 当即就效仿起了新婚夫妇的场景 这是杨菜拖着一头熊和野猪 姗姗来迟 本以为可爱少女也是可爱的一遍 但直到看到了她的刀工 杨菜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在旅行 所以她习惯了徒手扑肉 像这样伸手进去 然后踢掉结果 大腿肉就可以轻松拿出来了 这让一旁的吃瓜群众直接惊呆 马灵也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她也会练就徒手扑雪 终于料理迎来了高潮 马灵的是满满的爱意炖菜 充满了家庭年轻妻子的料理 而反观杨菜这边 她的料理充满了野心 与可爱的外表截然不同 很快试吃环节到来 首先是马灵的萝卜炖菜 希特也开始了品尝 只是吃了一口就给出了非常好吃的评价 这让马灵无比欣慰 也让观众认定胜负一分 紧接着羊菜也端上了料理 不过这卖相只能用恐怖两次形容 但没想到一口下去却是美味无比 希特连淡了几口大喊好吃 跟班不敢相信 当即也是上前品尝了一口 当问题来了 谁的更加好吃呢 而胜负结果还得由希特来决斗 这直接将希特逼上了绝路 因为不管选择谁 另一个少女都会伤心 就在她非常为难至极 钢铁男前来打破了将军 正所谓仇家见面分外眼红 两人的战斗也是一触即发 钢铁男质问希特 上次战斗是否放水 但希特对此并未回话 钢铁男有些愤恨决定使出全力将其捉拿 奈奈小姐终于忍不住了 她让两人看看周围 都老大不小了 还整天打打杀杀 面对奈奈小姐的呵斥 两人也是无奈地收起了武器 转眼就来到了夜晚 白天要打要杀的两人 在奈奈小姐的撮合下竟喝起了小酒 等到第二天 钢铁男醒来后却发现 希特早已跑路了 男人之间的对决 除了打打杀杀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 那就是酒桌上的比拼 钢铁男今天破天荒的要请男主喝酒 而目的就是为了将其灌醉打他探事情 他非常好奇军队为何要追捕希特 也非常质疑希特到底是不是三百年前的鸡坠王 还有其真实的目的 但希特对于这些事情总是敷衍了事 于是为了相互灌醉 两人开始了死磕 你吹一瓶我干一瓶 这让一旁的三个美女目瞪结舌 为了加快节奏 希特还故意给钢铁男取名钢铁侠 这让钢铁男气愤不已 随即也是反击嘲讽 有本事像个真男人一样大干一场 这也直接点燃了希特的怒火 于是两人双眼击射出了火花 再次猛干了起来 杨菜非常不理解这两个男人 但马林却非常理解眼镜男 因为就在不久前 他们追捕希特时 遇到了一个伤心的事 一个小镇莫名的被摧毁 里面的人们也都被全灭 场面极其凶残 现场留下的痕迹也非常怪异 原本这座小镇因湖泊而得名 但湖泊却变成了一个怪异的深渊 马林猜想这应该是阿比斯 这是一名生还的士兵出现 眼镜男急切地上前询问情况 而士兵一脸的惊恐 说到那是一头阿比斯恶魔 士兵泪眼婆娑地告诉眼镜男 原本这是平静的一天 他和同伴们都正在享用午餐 可突然传来了一阵地鸣 而当地鸣结束后 原本的湖泊就变成了一个深渊 然后一头极其恐怖的恶魔 从深渊中飞出 发出了阵阵怒吼 并被人们发动了进攻 士兵们奋力战斗 但不管是刀剑 还是弓弩都丝毫不起作用 最后不管是女人还是孩子 都被恶魔喷出的火焰活生生烧死 虽然眼镜男不相信阿比斯恶魔 但小镇确实惨遭毁灭 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是 操控火焰的违法者干的 能够飞在天空的人 眼镜男就只想到了希特 所以他才想要灌醉希特打听情报 而玛琳也对小镇的遭遇感到了难过 刚想喝口酒感叹一下 可只是啄了一小口 就开始了摇头晃毛 杨菜好奇也是喝了一口 当即脸颊就泛起了红欲 这时奶奶小姐当着两女生的面 就好干了一瓶 看着娇小可爱的杨菜 玛琳心中也泛起了占有欲 而且杨菜还是一个好孩子 但他和希特也有很多美好回忆 所以他不能移情别恋 女人就该为爱疯狂 奶奶小姐就非常喜欢同性恋 此时两个男人的战斗也来到了白恶化 互相拿着酒瓶就冲向了对方 然后相互灌酒 最终两人都醉倒在地 两个妹子见状 当即就上前扶起了希特 奶奶小姐就是一个恶魔大姐姐 眼镜男都已经喝倒了 她还要使进观 而就在这时 一阵地鸣声响起 跟班也大喊不好了 此时此刻这座城市中心 也出现了一个黑色深渊 并发出了一阵阵声响 和之前的小镇一样的情况 之前的士兵也再次出现 直言这就是阿比斯恶魔 大家都会没命的 眼镜男听后立马让士兵抄起武器 下令不管深渊出来的是什么 都得给他娘的打下来 这时希特也上前聆听 听到深渊传出的声音后 他一脸凝重地告诉眼镜男 让所有人全部撤离 此时深渊中一团黑气冲了出来 一个巨大的黑影 直接笼罩了所有人 希特看着天空流着悔恨的泪水 明明早在三百年前战争中毁灭的东西 为什么还在飞 你敢相信吗 那个变态到令少女畏惧的男人 竟然是一位三星大佐 这让在场众人无不震惊 而就在刚刚 阿比斯恶魔从黑暗深渊飞出 显露真身后竟是一架战斗直升机 很难想象在这个冷兵器的世界 对上这样的杀戮机器究竟会是什么下场 直升机也不废话 当即就将枪口对准了众人 好在钢铁男瞬间发动了魔法 钢铁墙壁抵挡了直升机的扫射 可紧接着直升机发射了导弹 但随着一声巨响过后 有烟无伤定律出现 众人也都没有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这时希特指挥起了众人 他让士兵带着民众赶紧去避难 随后也让钢铁男配合他来行动 但钢铁男一把就揪起希特衣领 并表示凭什么替你指挥 为了让人群逃跑争取时间 希特决定亲自上前打掩护 钢铁男还是一脸的震惊 他不敢相信希特这个通缉犯 竟然是一名大佐 可想想如果真的是三百年前的英雄击坠王 那么大佐军衔就合情合理 而此时直升机再次发射了一枚导弹 并且直冲阳菜而去 好在希特来了个帅气的截杀 此时此刻人群也顾不得逃跑 而是都在为希特加油打气 可就在希特跃起冲向直升机的时候 地面就涌现了大量的触手 本以为也是针对直升机而去的 可万万没想到 巴掌却直接呼在了希特脸上 原因虽然不明所以 但众人清楚 阿比斯触手会对天空的飞行物体发动进攻 可直升机只要飞得够高 触手根本无法触击 眼看直升机再次肆意妄围 希特终于是坐不住了 对着碍事的触手就是一刀屁肩 可结果就如同上次一样 浑身都遭受到了电击 杨菜见此情况 连忙求助钢铁男去拯救希特 可军队有规定 军人不能对阿比斯触手发动攻击 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希特护军奋战吗 看着希特再次掉落 钢铁男终于发话了 在大义面前 钢铁男终于打破了军规 打着没有眼睛的幌子 对着触手丢去了铁棒 但他并不是为了攻击那些碍事的触手 而是为希特铺设垫脚石 马林这时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跺脚便踩破了地面 随后也是向触手丢去了石头 很快众人铺好的垫脚石就已到位 希特不负众望跳了上去 可当他来到机门前 准备挥砍的手却瞬间顿煮 钢铁男发现了异样也跳了上去 可刚想询问 天空就落下了子弹雨 直升机也被击落黑暗深渊 此时天空中赫然地出现了一名武装少女 眨眼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了希特 一旁的钢铁男开口询问 可下一秒就被一枪命中 昔日的死对头就这样倒下 希特也顾不得眼前连忙上前搀扶 而武装少女名叫水花四剑 是传说中的鸡坠王之一 追击鸡坠王 自己的身份被自己暴露 水花决定要把在场所有人都给灭口 希特大胆不妙 当即提刀跃棋想要阻止 可却被水花抱在了怀中 并表示他非常想念希特队长 希特让他住手 并告诉他这样的做法是错的 而水花却是紧紧地拥抱住希特 表示队长交给他的只有屠杀 花洛便拿出了重狙击大大出手 一枪一个十分精准 随即也是丢下希特 抛出腰间的双枪 就对着民众疯狂扫射 希特想要再次阻止 可面对机械化武器 希特根本就不是水花的对手 很快就被火力压制地面 而杨菜也被枪口对准了脑袋 其他人也都被黑衣军抓住 水花告诉希特 想要拯救他们就变回以前的队长 或者将他给杀死 但现在善良的队长根本做不到 为了让希特变回曾经的队长 他抓来了一个小孩放在了跟前 水花给希特两个选择 要么变回以前的闪击击坠王 要么就眼睁睁看着小孩死去 而两个选择无疑都是将希特推入深渊 他安慰起小孩不要害怕 可约这样说小孩就哭得越厉害 而这无疑是引线的导火索 水花也不想废话 当即就下令动手 可就在扳机扣动的瞬间 小孩周围的士兵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奈奈小姐想要劝阻 可希特一个眼神就将其下愣当场 曾经杨蔡询问过 他履行的目的是什么 钢铁男也问过他是什么人 对此希特再次戴上了面具 表示夺走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他的目的 而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侵略者 传说中的击坠王终于再度现身 点数直接十倍飙升至五万七 喷涌的杀气更是直飞冲天 面对同样身份的击坠王 仅用一刀便将其打回了原型 而就在刚刚 希特为了拯救同伴 变回了曾经的那个杀戮怪物 他和水花的战斗也一触即发 而击坠王之间的战斗有着一个老规矩 那就是赌上所有白色闪耀的行星 在一方断气之前 会无穷无尽的战斗下去 而两人的厮杀却让杨蔡无比担心 因为水花的点数足足有三二 而希特的却只有五千七 很明显实力有着差距 话落的同时 希特便被击倒在地 但这时跟班却打断了重担 他笃定希特绝不会轻易被击败 因为在这之前 希特就凭借五千七的点数 与相差一半点数的中卫打得不相上下 所以他认定希特隐藏的实力 而此时希特看着手中的鲜血握紧了拳头 随即也是将鲜血抹在了面具之上 随着一声怒吼 希特的点数疯狂飙升 直接从五千七变成了五万七 而这便是人们口中传说中真正的击坠王 现在的希特全身上下散发出了一股纯粹的杀气 这让水花无比兴奋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队长 和下一秒希特便消失在了原地 这让水花瞬间泛起了位阻 他开始四处张望 只要看到希特身影就疯狂射击 但飞来的子弹都被砍成了两段 下一秒希特便化成了流影 对着水花就是一阵摩擦 一边倒的形势也让众人无比震惊 但奶奶小姐这时却让大家快点逃流 因为鸡坠王越是激发体内的力量 就越会被另一个人格支配 杀气喷涌代表着希特已经彻底入眸 而且在精疲力尽之前 他将会不分敌我的开始不停杀戮 如今面对水花的机箱扫射 希特已经完全无视 被击倒在地的水花 点数也随之降至一万六 很明显他刚才也是激发了倍数的力量 如今恢复原本人格后 单单是看到血就是一脸的筋骨 曾经希特告诉过奶奶 鸡坠王中有个女孩到最后都没有杀过人 可虽然他胆想没用 但他却是最温柔的人 而这人就是如今痛哭不已的水花 奶奶小姐也非常气愤 因为他十分明白 肯定是有幕后黑手给他打过药物 强行激发了他的力量 为的就是让他去刺激希特变回从前 而现在黑手已经如愿 希特也已经变成了从前的杀戮怪物 面对昔日的同伴 希特只问了一句话 这时杨菜抱住了希特 试图唤醒希特善良的人物 但希特却反手拎住了杨菜 正准备动手时 就遭到了一旁水花的枪击 表示队长的敌人是他而已 要杀就来杀他 希特也被成功吸引 放下杨菜就走向了水花 水花大喊让众人趁机快跑 可华洛就被希特的脚气震飞 随即也是被一把提起 水花也试图唤醒希特 三百年了他一直想要再见队长 虽然接下来自己将要被队长杀死 但他已经没有遗憾 因为他们这些鸡坠王 杀害了众都无辜的人 临死前他还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死后希望可以重回高中时代 重回初次和前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而就在希特挥卡尔下的瞬间 钢铁男就突然出现挡下 面对杀戮的希特 钢铁男依旧一副沉稳的姿态 并表示有种来打一场 希特也是二话不说 随即两人也展开了火拼的战斗 可虽然钢铁男稳如老狗 但毕竟身受枪伤 没过多久便败下了枕 而就在希特举刀挥坎时 水花扑倒在了钢铁男身上 他试图劝说钢铁男不要和队长战斗 并不停地道歉 因为都怪他开枪中伤了钢铁男 但钢铁男却是温柔地擦干了他的泪手 表示这并不是他的错 也就在这时 希特全力举刀再次挥坎下 可竟被钢铁男的一根手指挡下 上面小小的铁块就是他的信念 而没有信念的希特 就根本无法斩断他的钢铁 随即一招擎天柱便将希特领飞 但钢铁男并不打算就此结束 表示他想要真正地体会一下希特的认真 希特也缓缓站起 表示只要自己杀掉了所有的敌人 那重要的同伴就不会是杀人犯 这番话得到了钢铁男的认可 为了表示对希特的敬意 他决定贯彻自己的信念 戴上四万五点数手套的钢铁男 加上原本的一万两千四百九十九 足足要比希特多出四百九十九 所以钢铁男显然要比希特更加强悍 没过几个回合 希特便被铁人一拳赶到 钢铁男在获得胜利后 上前一脚便踢飞了希特的面具 男人在不冷静的时候 女人的一巴掌就是最好的镇静剂 而奶奶小姐的这一巴掌 就起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话节上回 希特败给了钢铁男后 几人就在一个小木屋里休养 但却是让希特大饱了眼福 可触手唯独对杨菜不感兴趣 理由不言而喻 触手之所以还没消失 其实是因为希特和水花的战斗 还没有奋出胜负 错螺旋丸的画面就此略过 而从跟班的口中得知 钢铁男被总司令召唤前往了王都 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之前的黑衣军 但相比于这些事情 更重要的还是因为 没错 总司令就是钢铁男的老洞 而钢铁男这次被特意召唤回毒 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 想要询问总司令 首先就是之前出现的黑衣军 虽然他们自称也是军员 但却在城里用从未见过的武器 大肆屠杀 钢铁男想要知道 黑衣军到底是不是总司令的人 总司令也告诉钢铁男 虽然黑衣军也是军员 但却只有小部分的上层高管 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因为黑衣军只属王族部队 是最上层元帅的特殊任务执行机关 简称特务部队 总司令也提醒钢铁男要小心谨慎 因为黑衣军无孔不入 而且他们都是数字求持有者 是一群超精英的特殊人群 要是被他们盯上 一定必死无疑 钢铁男对此也有些震惊 但他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询问 那就是关于鸡坠王希特的情况 因为在昨天的战斗中 他亲眼目睹希特的点数突然急剧上升 而这种能力在这个数字统治的世界 可是违背了秩序的 所以他对希特非常疑惑 对此总司令表示 这就是真正的鸡坠王 但其实鸡坠王都是通过特殊手术改造而成的人类 他们的力量都是来自数字球 据说三百年前 有一支由七个改造人组成的不败小队 他们七人就是传说中的鸡坠王 其中的队长就是如今的希特 总司令对此也给出了答复 据说鸡坠王们是在某一天突然停止了老化 可能是受到了改造手术的影响 但真正的原因或许他们本人都并不清楚 所以鸡坠王们现在都还存活于世 华洛总司令就突然抓住了钢铁男的右手 钢铁男不想多说转身就要离去 虽然希特的目的是夺走这个世界的一切 但事实的真相必须由他亲自揭开 而总司令对此只能恨铁不成钢 转眼钢铁男便回到了木屋 触手看到他的出现也都纷纷停下了动作 但钢铁男却是一话不说的站在希特面前 希特也瞬间明白 钢铁男是来抓捕自己的 随即也表示愿意被他带走 这让众人都无比震惊 而希特也告诉众人其中缘由 那就是昨天他们攻击触手的事情被暴露 钢铁男以及他的部下违反了军规 所以上级借此威胁 要钢铁男将希特抓捕 因为只有这样 他和部下才能摆脱死罪 得知实情水华第一个站出为希特求情 因为希特被抓一定会被注射药物 成为战争的杀戮机器 但钢铁男根本不听 还当即把想要阻拦的几人靠在了墙上 而就在他准备把希特也靠走的时候 奈奈小姐指着他的额头就是一阵臭门 想要拯救部下又照办自己不想做的任务 如果换作希特 肯定会顶撞回去唾骂一头 然后与军队为敌保护部下和同伴 在奈奈小姐的一阵臭骂之下 钢铁男终于恢复了冷静 奈奈也继续说道 战争结束三百年间 能陪在希特身边的人也就只有他们几人 对希特而言 身边的这几人就是他最信任的人 所以奈奈决定使出他的秘密武器 让众人亲身目睹 三百年间希特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可以 他希望众人改变这段历史 一阵闪光过后 四人便出现在了三百年前的学校 随后路过的一个少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而这人就是鸡坠王之一的手法 现在的他还是一个青春少女 随后迎面走来了一个少女 而他正是三百年前的希特 开学第一天 这个男生就大肆偷看女生的裙下风景 可不仅如此 这边也是他成为全校女生的追赶对象 而他就是三百年前的男主 就在不久前 奈奈小姐终于展现出了真实身份 并发动魔力将几人传送到了三百年前 希望几人能够改变世界的历史 而钢铁男一行人刚来到三百年前 就遇到了少女时代的闪击鸡坠王水花 还有一位没精打采的少年 水花称之为骊人前辈 几人都是一脸惊呆 因为这个骊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看着两人走入了校园 四人也紧跟其后 来到了学校的体育场 而里面挤满了开学的心声 看着一脸稚气的骊人 钢铁男产生了质疑 因为年龄和样貌都和他们要找的希特不同 也就在这时 一个三米高的大壮撞在了阳太身上 事后这家伙还摆出了一脸梦蟹 马铃上前讨要说法 可却遭到了对方的一巴掌 这时钢铁男闻风赶来 但迎面而来的却是一个拳头 好在钢铁男练过 随即也摆出了一副战斗姿态 可后之后觉他才发现 自己没有了魔力 随后也是用脸接下了一拳 就在大壮想要乘胜追击时 一个名叫石峰的少年出面制止 可面对大壮一脸的凶相 石峰也是低下了头 这让眼睛瞒都不禁嘲讽 胆小鬼还强出头 被别人羞辱就算了 帮忙出头还被倒打一耙 这让石峰愤怒不已 于是两人都燃起了看不顺眼的怒骨 而就在这时 一句要相亲相爱的话打断了众人 不过这人的站位却有点奇怪 好在变态最终受到了制裁 这时喇叭发出了声音 一个叼着棒棒糖的男人说道 欢迎来到十三特赦军校 本以为要大话连篇 可男人也感到十分麻烦 于是立马转变画风 说道从今天起大家就是军人了 军人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绝对服从命令 很显然这个男人就是教官 简然扼要过后 他要所有人切记 接下来要安安静静的听着 因为本校的校长将要上台发话 众人也是肃然起敬 随后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上场 而他就是校长修美鲁曼少佐 可接下来却让众人万万没想到 校长竟讲起了归兔赛跑的连环话 这让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而这时三名同学也跑步大笑 并说到他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校长礼貌性地说了句肃静 可这却让三人笑得更加大声 随后教官也是将枪口对准的 另外两名学生 表示一开始就已经说过 军人就是要绝对服从命令 为令者就是死罪 随即两枪直接爆头 不知何时出现在中间的杨菜 也被这一幕惊恐当场 而这也让众人开始了恐慌逃窜 可惜体育馆的大门早已被上锁 看到这一幕教官无比头大 随即向天空开了一枪 并表示谁要是敢逃跑 谁就要被枪决 为了震慑这帮学生 教官当即就将枪口对准了杨菜 表示哭出来的家伙也要死 倒霉的杨菜泪眼汪汪 想起了奶奶小姐的叮嘱 吊以轻心可是会死的 钢铁男等人想要拯救 可他们根本比不上开枪的速度 但钢铁男的信念就是绝不会放弃同伴 而就在扳机将要扣动的瞬间 刚刚的胆小鬼石峰突然出手 将教官的武器打落空中 这让教官没想到 而轻易就处决三人 这让石峰也是一脸的愤怒 当即就想再次拔刀 却被教官顶住了动作 随即也是一脚将其踢倒在地 钢铁男想要趁机而入 却也是遭到了枪托的重击 这时黎人手拿树枝挟持了校长 表示再不住手这男人将性命不保 可没想到校长是真狠人 他表示用树枝是割不破喉咙的 随即也是手把手的教他 并让众人也仔细听好 说到只要这样用力 就能将他杀死 校长让黎人做好决定 不想少女死 就只能先杀了他 但如果犹豫 那少女就一定先死 面对校长给出的选择 黎人当即放开了手 表示宁愿自己死 也不会去杀害他人 听到这番话 钢铁男终于确信 黎人就是希特 可事情并未结束 校长当即就释放出了一股杀气 表示换他来杀了黎人 这股杀气瞬间压得众人无法呼吸 而面对死亡 黎人却异常平静 就在关键时刻 刚刚的跟班女人出面打圆场 制止了闹剧的继续 而教官也是随即射出了一枪 表示这只是彩蛋而已 刚刚中枪的三人也随之苏醒 随着跟班女人的出面 这闹剧班的开学典礼也就此结束 事后几人都坐落在了一张饭桌上吃饭 杨菜非常感谢黎人的拯救 而黎人却表示无所谓 说到只要是女生 他都愿意出面拯救 因为学校的女生都是他的宝 放后黎人就开始了学院里的变态生活 这让几人感到了无奈 原来这家伙从三百年前就是这副德行 这是我见过最令人羡慕的男生 白天一响淑女教官的高叉群底 发现淑女教官竟是真空状态 夜晚偷窥女生洗澡堂 眼珠子都差点看暴 而全校所有女生都被他偷看了的情况 心满意足后脚底抹油快速开溜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堂课 这两个冤家就此成为了同珠 而玛琳却是无比高兴 因为军校的制服 足足加长了五厘米 大卫教官本来是担当这个班的老师 可临时却换成了校长 而校长上课前准备给学生们制定一个规则 他会给每人颁发两枚猩猩 只有收集十枚猩猩猩的学生 就可以正式加入军队 得到无尽的食物 但如果猩猩科术归零 则会被判定不适合成为军员 会被当即做退学处理 而增加猩猩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成绩优异的学生 月底就能得到一枚猩猩猩 如果想要快速收集十枚 就可以用第二种 那就是从别人手中掠夺 第三种就是比拼掠夺 其中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相互掠夺的时候 双方都必须发出宣言赌上猩猩 在互相同意后 胜者就可以得到对方的所有猩猩 很显然这就是三百年后新夺战的由来 很快所有学生都领到了初始的两枚 可唯独黎人没有猩猩 校长对此表示 这就是对他的特殊教育计划 如果不想离开学校 就必须去掠夺其他同学的猩猩 而且只有三天时间 事后杨太非常不理解 但黎人自己却无所谓 因为他来此学校的目的 将石峰带回家 但石峰不愿回去 他知道是自己的奶奶委托的黎人 但他一定要当上军人 现在校长最在意的就是没有心情的黎人 会有什么样的觉悟 转眼就到了晚上 女澡堂的风景依旧如此美丽 黎人再次双眼出现血丝 而这是他第二次偷看 终于女生们也爆发了 决定要抓住这个偷窥狂 并邀请杨太一起 但相对于身子被看光 杨太更加担心黎人 因为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男生突然大喊不好吗 转眼众人便来到了储物室 此时所有人的柜子都被暴力打开 放在里面的星星也都不见了 女生也是第一时间怀疑是黎人干的 好在杨太站了出来为他说话 表示虽然黎人经常会做出偷窥群底的龌龊事 但他是绝对不会偷抢别人珍贵的东西 这点所有女生也心领神会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的尖叫 只见水花正被大壮欺负 而大壮的胸口正好有着十枚星星 很明显星星都是被大壮偷走的 但大壮却并没有做贼心虚的表现 还理直气壮的表示有证据吗 十枫又一次想要强出头 可却被大壮威逼交出星星 原来十枫的奶奶就租住在大壮家的屋子 如果十枫拒绝 那家中的奶奶很有可能就会被赶出去 一时间众人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小人得志的离去 十枫对此非常不甘 黎人也安慰他算了吧 毕竟奶奶不希望十枫当上军人变成杀人 但十枫之所以想要成为军人 其实都是为了家中的奶奶 如今战争时期 分配的食物越来越少 家中的奶奶甚至连白米粥都吃不起 所以他一定要成为军人 让奶奶吃包米饭 转眼放学的钟声响起 广播中传来了呼喊 极其十颗星星的同学在校门口集合毕业 此时大壮正向校门口走去 可突然黎人就一把扑在了他的身上 祈求大壮将星星还给十枫 但大壮反手一巴掌就将黎人打飞 还臭骂黎人是个蟑螂 说完便再次向学校门口走去 杨菜表示自己的不甘 因为那种人不仅偷走了大家的星星 还践踏了石峰的梦想 可离人却是一脸坏笑 而此时大壮刚来到门口 就看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男人 大壮是一脸的不屑 而钢铁男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当大壮走出门口就要被他干爬 而钢铁男早已做好了退学的打算 身上的星星也转交给了石峰 在钢铁男的挑衅下 大壮终于忍无可忍 当即就要挥拳打去 但就在这时校长打断了大壮 表示想要走出大门 首先要让他看到星星 大壮大骂校长眼下 说没看到他的星星吗 可没想到下一秒 星星就变成了一堆小青蛙 而那些不属于他的星星 其实就在离人口中 回想起刚刚的画面 大壮愤怒不已 但如今他已经没有资格毕业 随后校长觉得钢铁男士的好人 便奖励了他两颗星星 众人也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 而离人也告诉石峰 之后他不会再劝其回家 可一旦被退学回到奶奶身边 那奶奶就是雪上加霜 而他也不希望石峰毕业 因为成为军人一定会上战场 所以他希望石峰 以及众人都慢慢考虑 可离人殊不知 战争的魔手 已经向他张开了大网 什么是无耻的最高境界 男主就是超级无敌的变态王 就在不久前 女澡堂的偷窥狂再次现身 而这次终于惊动了教官 下令如果没抢在他之前 抓到偷窥狂 全班同学都要受到重罚 得知这一情况 离人内心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可 但这根本无法阻止离人的角度 夜晚离人再次前往作案地点 不过却有个全副武装的 淑女飞连镇水 可你以为离人会放弃吗 只见画面一转 他便来到了女澡堂正门 决定正面突破 幻想只要假装非常自然地走进去 然后再非常自然地融入气氛 再然后就能与可爱妹子 非常自然地嗨嗨 其实在此之前 跟班就已经把男女 遇事的门帘调化了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离人偷窥狂的身份彻底落实 而正当跟班打算调换回门 就发现钢铁男一本正经地 走进了南宝堂 然后非常自然地宽衣解败 再然后非常自然地 坐在了水池中间 最后非常自然地喷出了鼻血 当场去世 一番骚动也把抓贼的女生 引过去 离人则趁机打算开溜 可正巧碰上了大卫教官 于是犯人最终 还是落在了大卫手中 按照约定 老师先抓到 他们全班就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于是全班的男男女女 就被送往深山引 享受一整天的荒野求生 当然第一时间 就是好好蹂躏犯人一对 虽然一半都是离人害的 但也是为了训练 他们的野外生存努力 而在野外首先就是寻找水 离人也大喊这边有桥河 三个女生口渴地要死 一马当先就跑过去 结果被离人一绳扮下了河中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可突然话风一转 女生们竟然心甘情愿地 要让离人看得够 因为他们进了军校 就已经成为了军人 等上了战场 还有什么害臊一说 所以女生非常大方地 露出了两个探照灯 表示要让离人好好欣赏 但离人却是一脸阴沉 起身便将校服一把 盖在了女生身上 随后一屁股瘫坐在地 其实离人并不希望 众人成为军人上阵杀敌 但现如今各国都在面临战争 为了亲人和朋友 不被活活饿死 他们就只能成为军人 获得更多的食物 虽然他们并不想杀人 但是必须要去掠夺 不然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 面临的都将是死亡 所谓的不杀军队 就是上了战场 也不用厮杀的军人 这种军队真的可以做到吗 离人提出了疑问 校长很笃定的回答可以 只要和敌人 有绝对的实力差距就行 而他有这个能力 培养众人达到这个水平 现在就是要看学生们 同不同意 众人一听都非常高兴 都决定加入这支不杀军队 修美鲁曼也就此成为了 大家心中的未来教师 但钢铁男却是一脸凝重 因为离人就是从校长 手中成为的杀戮机器 夜晚校长按下了机关 走进了秘密房间 钢铁男也偷偷跟了进去 窃听了校长的秘密计划 而校长和其他教官正在做的 就是鸡坠王的实验 他们利用小白鼠做了临床实验 实验成功的小白鼠 变得十分残暴 并将其余的同伴都给咬死 飞连认为要人体实验 才有新的结果 但却被校长一口否决 并表示他不会轻易拿学生实验 随后校长拿出了数字球 放在了小白鼠的面前 只见小白鼠双眼瞬间射出紫色光芒 随即小白鼠抱住数字球 开始在房间内不停地弹跳 就当射向校长时 校长抬手就将小白鼠冰冻 数字球的加持使得校长兴奋 因为这股力量正是不杀军队想要的 而此时门外的钢铁男也被这一幕震惊 因为校长并没有数字球 却使出了魔力 而关键时刻 他的老毛并犯了跪倒在地 细微的声响也惊动了大卫 此时一个小女孩突然出现 并说五秒后他会死 果然几秒后大卫走出了门外 不过走廊里却没有了人影 转眼钢铁男就被小女孩带到了自己的房间 而小女孩突然闪声告诉钢铁男 七分钟后出去就不会被发现 钢铁男也对于面前的小女孩产生了质疑 小女孩也是露出了脸上的星星 表示她就是三百年前的奶奶小姐 而小奶奶其实早已被未来的自己告知 未来会有人穿越过来 让她告知未来人鸡坠王的事情 而她就是世上的第一个鸡坠王 有着穿越时空的能力 其实像奶奶这样的实验体 原本有着很多个 而事情还得从头开始说起 在世界爆发战争的前夕 一个神秘生命体从天而降 并寄宿在了大地表面 人类发掘了它 并为其取名阿比斯 可没想到也是从这天起 阿比斯的神秘力量统治了整个世界 让全人类强制履行技术义务 而世界也就此乱逃 不过人类中也出现了能与阿比斯基因同步的人 校长修美鲁曼就是其中之一 借此校长便才想提取她的DNA 植入别人的体内 是否就能复刻出一群超人类 于是便利用了奈奈这种可有可无的孩子 做了很多的人体实验 最后只有奈奈活了下来 而这就是诞生鸡坠王的真面目 接下来要做实验的人 就是奈奈的哥哥 这个哥哥就是离人 钢铁男听后也瞬间明白 奈奈让他改变未来指的 就是阻止希特的手术实验 但小奈奈却表示不清楚 因为未来的他并没有说明 而且如果改变错误 未来也将出现无法预测的结果 可从未来的走向来看 离人的实验非常成功 而且一共产生了七位击坠王 但所谓的不杀军队 却成了杀戮军队 钢铁男询问小奈奈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奈奈也并不清楚 而钢铁男激动的再次询问 未来的奈奈到底需要自己去改变什么 对此奈奈也再次表示不清楚 毕竟未来的走向不可能轻易改变 转眼七分钟就快到了 奈奈非常不舍 但还是将一个U盘交给了钢铁男 并表示这是未来的自己 让他交给未来人的 里面有记录将他们送过来的原因 钢铁男也表示明白了 可临走时他却伸手要将奈奈带走 因为他早已看出奈奈一人非常孤独 但奈奈拒绝了 因为带他离开不会改变未来 看着时间没剩几秒 奈奈也赶紧催促眼镜男离开 但钢铁男却坚决地表示 如果不踏出这一步 一切都无法开始 他让奈奈相信自己一定会带他逃离 奈奈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要把钢铁男送过来了 但奈奈还是决定暂时留下 临走时钢铁男许下沉默 等他回归三百年后 他一定不会再让奈奈孤独 话落钢铁男离开了实验室 可当电梯开门的瞬间 背后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 大卫的声音随之响起 表示入侵机密区域 要当场枪毙 随即一抬手就将手枪顶飞 得手后一击猴子偷逃直击下档 可惜被大卫挡下 一个西顶钢铁男也败下阵来 随即一枪托再次将钢铁男干爬 但钢铁男不想就此放弃 当即就打算再次反击 却被大卫当场揭穿 想用右手劈自己的左腿吗 这句熟悉的话 也让钢铁男回想起了曾经 以前他的老豆就是这样训斥过他 一时间钢铁男愣在原地 但随即便起身抓住了手枪 对准了自己脑门 然后向大卫坦白了一切 你就是我的总司令老爸 一时间大卫有点难以置信 但他还是瞬间理解 这让他不禁感叹 看来奈奈不止可以改变未来 还能阻止过去 大卫也收起了手枪 留下一句明天特殊课程 钢铁男几人都要一起过来 大卫带着几人来到了市民区 而就在下一秒 几人就被市民团团包围 他们手拿武器决定掠夺军人的事物 大卫开枪制止并告诉几人 因为战争的到来 所以现在每天都会饿死几百上千人 面对小朋友马林也是非常友善 小孩说妈妈在家里 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马林一听当即就掏出了小熊饼干 可下一秒饼干就被大卫一把夺走 花落大卫就拿出一块饼干 要男孩当场吃掉 但男孩却不愿意接受 哭着表示不和妈妈分着吃 他也不会吃 随后大哭着跑开了 而这却让其他人眼馋 众人也纷纷想 事后大卫上前安抚马林 而大卫之所以带众人来到这里 就是想要让三百年后的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 只有鸡坠王的计划才能破釜沉重 转眼几人便查看了 奶奶交给他们的优盘 而里面记录的就是希特未来的走向 杨菜和马林想要改变希特的命运 可钢铁男却不愿意 而根单也看清了现实 因为他们所生活的阿尔西亚 是赢下废弃战争后建立的国家 如果没有鸡坠王 战争就不可能胜利 到时候不只是他们 整个阿尔西亚的人民都不会出生 所以钢铁男决定不能为了希特一人 抹去全国人民的未来 如果换作希特 他肯定也不愿意这个结果 为了让不杀军队真正成型 校长专门给每个学生 分配了合适的冷兵器 虽然现代战争一开始 都是使用枪械等武器 但后期都会变成 使用冷兵器的白刃战 只要在最后阶段 展现出绝对的实力差距 就可以不用杀人取得胜利 而这就是校长训练他们的用意 当然他也不希望 这群孩子走上战场 而将要面临的战争也是有所起因 因为阿比斯的出现 使得人类所剩资源不多 然而各国不是为了 争夺所剩不多的资源 而是为了减少数量过多的人 为此才有了鸡坠王计划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飞联认为鸡坠王人体实验 需要立刻实施 面对校长的冰冻 飞联却是一脸效应 并表示小白鼠变得狂暴 就是因为压抑不住杀意 而这都是因为校长的基因问题 如今在小白鼠身上做的实验 已经到达极限 如果不在人体上做实验 鸡坠王的计划也将彻底被迫终止 但从学生中的DNA鉴定结果表明 目前就有一个学生的成功概率非常高 而这名学生就是男主黎人 转眼校长便向黎人坦白了一切 很快黎人接受手术的事情 就传到了学生耳中 虽说是为了保护他们 但学生们都不愿接受黎人的冒险 而现在就是改变 希特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 马林不忍心悲惨命运的开始 便上前拉住了黎人想要劝阻 可黎人却是一脸微笑 如同三百年后一样的笑容 马林最终还是放开了手 强颜欢笑的挥手告别 很快校长和黎人的手术实验开始 随着飞联的一顿操作 校长的血液流向了黎人体内 此时此刻的众人都在担心黎人的手术 虽然黎人是个变态狂 但女生还是为他担心 虽然马林等人也都在担心 但杨蔡却开始换位思考 阻止希特成为鸡坠王 或许指的是不让他成为杀戮的鸡坠王 所以只要希特不杀人 然后依靠不杀军队赢下战争 那么阿尔西亚也会诞生 对此想法钢铁男也表示赞同 觉得值得一试 所以目前他们要做的 就是保护黎人的同班同学不受威胁 也就在这时 大卫路过门口告知了几人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黎人的手术非常顺利 就在众人喜出望外的时候 灾难也随之降临 大卫看到这一幕后立马大喊众人躲闭 可谓是已晚 敌击一阵轰炸过后 士兵全副武装地冲进了学校 他们的目的就是抓住有能力的校长 目睹敌人袭来 三名女生也是一脸恐慌 虽然都只是孩子 但敌人高层早已下令不留活口 好在关键时刻 几包面粉从天而降 钢铁男带着众人前来拯救 与此同时水花也被敌人拿枪戏蒙 突然一只大手就将敌人砸倒在地 大壮呵斥水花开枪 可水花却是十分惊恐 在大卫的带领下 钢铁男等人来到了一间教室躲避 原本各国商议 在明年三月份之前禁止展开战争 可如今才九月出头 大卫在与非联取得联系后也得知了真相 原来各国背着他们早已重新了会议 把战争的禁令改为了九月 而如今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 那就是手术是电源被切断 手术也被破中止 再这样下去离人就会发生排斥反应 也就是说再过不久离人就会死 所以现在需要派人去启动备用电源 现在学校几乎沦陷 他们也是背面受敌 但没办法 他们只能破釜沉舟了 于是在场的所有人 都在大卫的带领下开始了突围 虽然所有人都是手拿冷兵器 但突围起来丝毫不利索 可敌人不讲武德直接用起了枪戏 红发男为了拯救黄范 也是被敌人命中了竖枪 杨菜决定留下给其包扎伤口 他让众人先行离去 而在离电源还有五十米处 大卫却选择停留设立防线 时锋想要赶紧过去 却被大卫阻拦 大卫让他看着 随即扔出去了一块木板 紧接着木板就被机枪无情扫射 虽然时锋跑过去用不着六秒 但敌人只需一秒就足以击杀 拯救离人迫在眉睫 时锋决定去当诱饵 但这种危险的职责 还得由大卫来承担 于是大卫手拿双枪开始打掩护 众人则开始冲锋 但敌人又再一次不讲武德 火箭筒直接在大卫面前炸开 大卫的脸部就此遭到了重创 而杨菜这边也遇上了敌人 虽然面对敌人杨菜表现得非常冷静 但内心却在不断地呼喊着离人 此时此刻离人的头发开始变成了白色 在电源重启的那一刻 离人终于睁开了眼 这帅气的一刀瞬间解决了六名敌人 可也是因为这一刀 男主的命运彻底板上钉钉 闪击击坠王的黑化之路就此诞生 就在刚刚 钢铁男戟人成功启动了备用电源 而随着电源的启动 手术中的离人也就此苏醒 但一时间离人并没有察觉自身的变化 只发现了头发变成了白色 校长虚弱地起身 并让飞联拿出了一把太刀 亲手交给了离人 而这把刀是由复制品的数字球打造 目前只是一把普通的刀 必须刻上点数才能发挥作用 其目的就是拿来束缚力量 做法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决定好作为束缚的事项 然后喊出拿什么来技术即可激活 但离人根本不会使用刀具 转眼一道红光闪光 众人都齐齐地望向了后方 地面的两条脚印让士兵如临大地 而这正是没把控住力度的离人 这时士兵大喊将白发少年射杀 杨菜担心地扑了过去 可此时所有子弹都停顿在了空中 离人眼中的所有物体都如同静止了一半 但其实这并不是时间停止 而是他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只见离人将子弹弹飞 而敌人的视角则是 无论如何射击都无法命中 士兵感到了不可思议 但离人却瞬间明白自己的离本 打算在习惯之前尽可能地走慢一点 可当他看到重伤的同伴时 怒火也随之爆发 先是使出闪击的速度 破坏了空中的战斗直升机 此时其余的同伴也不禁赞叹离人的强大 一具闪击击坠王就此脱口而出 士兵对着离人一顿狂射 直到弹夹被打空 虽然非常愤怒 但离人还是不愿通下杀手 只是将其重伤倒地 看到敌人被打败 女生们一拥而上地抱住了离人 此时此刻不杀军队也正式开始 可就在大家欢庆灾难结束时 刚刚的士兵头子却大笑地站起了身 只见士兵纷纷脱下了装备 而每个人的腰间都赫然绑有50公斤的C4 嘲笑用来诈飞所有人绰绰有余 可话未说完 手中的遥控器就被离人掠夺并被捏碎 士兵露出见效 表示可太小看他们了 他们其实早已在学校某处安放了核弹 而遥控器就在他们中的一人身上 想要阻止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一瞬间将他们几人都杀掉 话落后还不禁补充嘲讽 什么狗屁的不杀军队 等一起上了天再后回去吧 这番话让众人心惊 离人拔出大刀止不住的颤抖 但他还是告诉敌人 而是因为杀死一人就会得到一天的粮食 杀得越多家人以及自己就会得到越多 但如果不杀 之后的家人就会被活活饿死 士兵也再次告诉离人 他不反感不杀军队 但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救了 要生存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 这场废弃战争不杀人就无法结束 离人看着手中的大刀颤抖不已 不久前他发誓要与同伴一起成为不杀军队 所以他不敢出手也不想出手 但就在倒数计时还剩两秒的时候 时封拔刀冲出 准备代替离人动手 而就在士兵喊出最后的数字时 离人拔刀了 可然而士兵却捶了一下离人的胸口 表示核弹什么的都是骗他的 而他想交给小鬼的就是 在这场无可救药的战争中活下去 随着士兵的倒下 男主希特不可逃避的杀戮命运就此开始 钢铁男戟人都为离人感到了悲哀 可此时手中沾满鲜血的离人 却是玩味的开起了玩笑 转头就说要去洗把脸 同学都认为离人应该没事 但只有杨菜追了过去 因为他深知离人心中那迈不过去的看 来到转角就看到离人正在偶扑布置 此时的离人已被杀人恐慌了内心 可更清楚的是 战争不杀敌人就不会结束 明明说好的不杀军队 可自己却第一个违背了这份约定 杨菜想要安慰 可下一秒身上就发出了光芒 钢铁男这边也是一样 他明白这趟旅途到此为止了 杨菜不想在关键时刻离去 可离人却缓缓地拿起了大刀 口中说到不能让不杀军队就此破灭 杨菜这时才明白 一开始这一切就无法改变 因为这并不是离人的后悔决定 而是离人为了同伴的觉悟 杨菜也突然感觉离人非常愚蠢 明明没有人拜托过他 可他却自愿地背负起了一切 然而这人却又如此的温柔 随即杨菜脱下了衣服 他真正地爱上了这个男人 而他让离人牢记 三百年后 不管他是否孤独 自己都会等他 杀得越多 伤得就越重 原本他是一个非常温柔好色的少年 可因自愿为同伴承担杀敌带来的痛苦 逐渐地他变成了杀戮之鬼 脸上的笑容也就此消失 即使面对所有女生的挑动 他也丝毫不为所动 女生更是大胆地沉默 晚上一起洗澡 可离人依旧没有动摇 反而给女生下达了一个命令 而自从杨菜几人回归未来 离人就在内心暗暗发誓 绝不能让一般的同学去杀一人 而也是从这天开始 废弃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为了实现同伴们的不杀军队愿望 离人开始了独自迎敌孤军奋战 虽然每次都能平安凯旋 但同伴们看着离人的表情 反而没有一次高兴 因为第二个鸡坠王的诞生 小奶奶也变得不再孤独 为此离人便成为了他心中的温柔哥哥 而每次战斗过后 离人都会第一时间清洗身上的血腥 可久而久之 这股味道以及内心都已无法冲刷 反而杀敌成为了他的快感 当杀敌数超过一万时 他的笑容也彻底消失 即使面对曾经最喜欢的胖刺 他也没有露出半点欣喜 而为了掩盖脸上的杀意 也是为了隐藏内心 离人就此戴上了那副杀戮面具 而且从未摘下 无法忍受的班同学 找到了校长 决定要与离人一起承担痛苦 并且接受了击坠王的改造手术 于是击坠王也就此再次诞生了四位 暴击王大卫 重击王大壮 追击王水花 顺击王十丰 本以为离人也将不用自己一人上阵杀敌 可即便如此 身为队长的离人 依旧不许同伴踏入战场半部 并且放出狠话 为令者 斩 眼看战争来到了高潮 飞连提议是时候该主动进攻了 因为如今各国的资源和食物都在逐渐消耗 所以他们决定实施另一个计划 有办法能够拯救这群孩子 而此时的离人已经入魔 开始分不清谁是敌人 时风想要制止可还是被他挣脱 于是离人便对着眼前的水花狠狠劈下了一刀 就此水花换成了机械手臂 可即便如此 一般的同伴们都照样遵循离人的命令 不成踏足过战场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不杀军队的期望破灭 离人就再也变不回来了 两年过后 废弃战争终于迎来了结束 小奶奶虽然没有见证战争的胜利 但他在摄像机前 专门给哥哥留了一份情书 这边校长终于集齐了七颗原始数字球 获得了能够操纵自然法则的力量 他们决定舍弃这个无可救药的世界 利用这股力量创作出一个更安全 更繁荣的保障世界 随着土地飞向三千米空中 一片新国土就此形成 而这就是他们期待中的阿尔西亚 为了阿尔西亚没有隐患 他们掠夺了地面上的各种资源 使得飞行等器械都就无法起飞 他们从各国的人种中选取了受精卵 这样就能彻底剥夺地面的文明 而为了统治这片国土 校长等人决定使用天生技术义务的法则 让阿比斯吞噬防止人口过剩 为了阿尔西亚的真相不被暴露 研究飞行就会被处以死罪 而这就是离想象阿尔西亚的全部真相 遗留在地面的人类就此被抛弃 但这种牺牲所有人换取的生存 遭到了石峰的强烈反对 抢夺一颗原始数字球后 石峰就逃离了军队 离人终于摘下了面具 恢复了以往的理智后失声痛苦 而悲伤过度的离人也就此陷入了沉睡 二十年过后 离人终于苏醒 可当得知一般同伴的消息后 他却再次失声痛哭 原来一般的同伴为了拯救战争的孤儿 都留在了地面的学校 所以最终一般所有同伴都已死去 也就是从这天起 奈奈和希特逃离了军队 开始了百年的浪迹天涯 但希特却从未摘下过面具 这就是希特以及阿尔西亚的全部真相 转眼杨菜等人回归 而第一时间 杨菜便来到了希特面前 决定继续三百年前的约定 女追男的时刻终于来了 少女得知男主三百年间的经历后 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男主 脱下衣服羞涩地表示 就地给其身猴子 其实并不是希特不喜欢杨菜 而是其中有着难言之言 为了庆祝几人的归来 奈奈小姐也是专门给几人白酒庆祝 大家也是乐在其中 但唯独杨菜心里不是很高兴 白给还被嫌弃是个小孩 而当杨菜感受到马林汹涌的探照灯时 他终于明白了 于是拉着马林就来到希特跟前 转眼几人都已喝醉 希特想要趁机开溜 却没想到森林里布满陷阱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杨菜的手掌 曾经希特不止一次抛弃过他 而且从三百年前回归后 就时不时地躲着他 所以杨菜便认为希特是非常讨厌自己 而看着哭泣的杨菜 希特终于决定告知他真相 杨菜受母亲所托 才来寻找传说中的鸡坠王 但其实杨菜的父母希特不仅认识 而且还非常熟 因为他们都是一起从小长大的发小 而从第一眼看到杨菜的时候 熟悉的面孔就让希特震惊 当看到杨菜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就认定了事实 因为杨菜这个汉字名 正是被他亲手杀害石峰的佩刀名字 而石峰无疑就是杨菜的父亲 虽然希特也不知杨菜为何会出生在十几年前 但他确确实实三百年前就杀死了石峰 而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估计只有杨菜母亲知道 而他之所以不敢接受杨菜 一是自己是杨菜的杀父仇人 二是自己将要独自一人去挑战军部 话落杨菜就昏睡了过去 原来早在之前希特就在酒中下了名 转眼希特便抱着杨菜回到了营地 大家也都昏睡了过去 与奶奶做完最后告别 希特就准备离去 可钢铁男因为信念并没有最高 而他也早已得知了希特的目的 所以决定与希特做一次告别 曾经希特说过 夺走这个国家的一切是他的目的 意思就是夺走原始数字球 然后让阿尔西亚重回地面 见希特不予否认 钢铁男便阴沉下了脸 毕竟身为保卫国家的军人 他不允许罪恶弄垮这片国土 虽然钢铁男想要制止 但在他的心中 希特早已成为了他真正的朋友 最终两人并没有打起来 而是分道扬镳 途中希特一直想念着杨菜 其实他很想回应这份感情 和杨菜好好在一起 但因为发生的种种事情 他必须独自一人去了结所有 这边希特赶往王都 校长就立马得知了消息 并派出了三百年前 与希特并肩作战的好友 前往安洁 此时杨菜几人也苏醒了过来 发现希特不见了踪影 再得知希特一人 去往了王都挑战军部 奈奈的内心沉入了谷底 而钢铁男也不见了 也留下了一具 前往了王都的纸条 于是四人立马骑上宝马 也奔着王都追去 此时希特在一处废墟落脚 可突然一股重力 便将其压制地面 虽然希特的能力 是超音速的闪击 但要是被重力压制 他就无法使出闪击能力 所以来人正是希特的天敌 有着十二万点数的 重击王大壮 实力的差距 直接将希特掩埋 转眼杨菜几人打来 奈奈可以清晰地 感觉到希特的存在 于是几人开始在废墟中翻找 终于在几人的努力下 希特被找到了 可是此时的希特 早已停止了心跳 还没等几人背上 客户部队就将体人团团包围 而这边钢铁男来到王都 第一时间就是踹门二路 虽然被自己儿子羞辱 但大卫对待钢铁男依旧如初 没想到为了罪恶的朋友 身为军人的钢铁男竟开始反水军部 而且第一时间就挑衅了 自己的总司令老爸 不明所以的大卫看到 是自己心爱的儿子 当即就没有了脾气 喊着钢铁大宝贝 就扑在了儿子的身上 可钢铁男全心全意地接受 让大卫瞬间感到了不对劲 因为按理来说 钢铁男每一次都应该 故意躲开让他撞墙 一时间他怀疑 宝贝儿子的身体出了问题 再或者可能是被坏蛋朋友敲诈了 不过大卫觉得没关系 毕竟坏蛋朋友总比没有的好 大把钞票他有的是 可钢铁男依旧一脸严肃 大卫这时才明白 原来是真的交到了朋友 随即他抱着钢铁男感叹 有朋友就好 但唯独希特这人不可以 华洛就被钢铁男一把推开 钢铁男告诉大卫他的目的 自己是来夺取军队总司令首级的 大卫也瞬间明白 不慌不忙地叼起了一根口香糖 摆出了以往的嚣张态度 随着阿比斯触手的冒触 钢铁男率先发动了进攻 一技完美的右勾拳 却被大卫轻松挡下 随即也是被一把丢出 落脚后再次发动进攻 却反手遭到了腹部的狠狠一拳 看着不成气的儿子 大卫一拳就打在儿子的天灵盖上 随后也是不断踹不断说着笨蛋儿子 面对从小就教导自己的老爸 钢铁男开始大逆不道 一拳就直接呼在了总司令的上巴 随即立马使出四万五手套的魔力 召唤出了钢铁大宝贝 并将总司令办公室变成了露天广场 钢铁男挥拳的同时也在质问大卫 为何要背叛大家 突然大宝贝全身冒出了火焰 高温也是瞬间将其融化 钢铁男一脸的不可思议 因为他并不知道老爸也是一名鸡坠王 在三百年前 他在偏远地区的军队里担任温职 那时候他已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和一个未满三岁的女儿 他非常幸福当下的生活 可有一天他兴冲冲地下班回家 还带了礼物回去 但开门后他就看到儿子和女儿 躺在了血泊当中 儿子拼命保护则趴在了妹妹身上 背部有着无数伤口 心爱的儿子和女儿都被杀害 他哭得是撕心裂肺 因为当地是一个小村庄 罪犯也很快被他抓到 本想一枪直接了结了犯人 可当他看到对方骨兽如柴的儿子时 他的内心瞬间泛起了父爱 最终他没能开出这一枪 因为可恨的是这个疯狂的世界 人类也好 世界也罢 都已经没救了 虽然他明白阿尔西亚确实错了 但能够拯救世界就只有这一个方法 化落钢铁男的四万五就变成了一笔 就在大卫转身准备离去时 钢铁男就缓缓地站起了身 听完刚才的故事 他也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三百年前 在秘密实验时他和父亲相遇 而父亲应该早已得知了奈奈的穿越能力 可为何不利用奈奈的能力 穿越回到过去拯救自己的孩子 其原因就是害怕改写历史 害怕阿尔西亚就此消失 害怕一个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儿子也消失 他明白这就是父亲对他的爱 看着地面烧掉一半的辞职心 大卫也感叹不已 与此同时另一边 杨菜三人已被大壮给吊了起来 看着三百年前的熟悉三人 大壮也瞬间明白 这一切都是奈奈搞的鬼 随即大壮使出重力压制 对三人进行逼问 追击鸡坠王的水花人在呢 但他们三人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从三百年前回归 他就已经不见了 也就在这时 校长及时赶来 大壮只能作罢并提醒几人 校长已经和三百年前不一样了 看到校长的出现三人也未知一阵 虽然校长还是以前的模样 但杨菜还是率先怒吼发出质问 大家都非常相信校长 能够实现他们的不杀军队愿望 可为何校长要背叛一般的同学们 马林也哭泣地询问老师为什么 一句老师却让校长玩味一笑 命令部下拿着枪就塞进了他的嘴中 因为现在他可不是老师 而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帅 校长也告诉马林 其实当初开学典礼的时候 战争选民就已开始了 不杀军队只是一个天真的谎言而已 如果连敌人都杀不了的军员 他根本就不需要 虽然几人中途就消失不见了 但他决定再给三人一次机会 随即下令给大壮 给三人实施鸡坠王的手术 而且无需基因检测 使用最新发明的药物即可 话落校长便转身离取 随后一名部下拿出了所谓的姓名 打算第一个先给杨菜服下 可下一秒 大壮一万个不同意 因为没经历过废弃战争的人 不配成为鸡坠王 随即大壮将特务全部抹杀 转头便将目标对准了三人 可却不是将他们杀死 而是将他们放走 因为他的点数就是征服的次数 强人所难他做不到 三人也是瞬间捡回了一条小命 可就在临走时 杨菜捡起行李没注意袋子被玻璃划破 数字球也就掉落在了大壮面前 大壮捡起发现是原始数字球后 当即变脸 使出重力又将三人按在了壁上 不知道是什么风把麦菜大姐吹来了 而且还狂伤了男主几巴掌 原来就在刚刚 大壮看到杨菜掉落的原始数字球后 误以为几人图谋要将阿尔西亚弄回地面 于是便决定赶尽杀绝 好在马林此时距离马匹很近 见状的跟班和杨菜也是极力掩护 大喊让马林去找希特 因为他坚信希特还活着 于是马林立马逃出 骑上马匹就冲向了希特方向 但大壮也是随即跳出 使用重力让石屑射向了马林 如同子弹一般直接贯穿了马林身体 好在马林还是逃离了这里 大壮冷哼一声 转头就回到了杨菜身体 并认为马林出这么多血 估计半路就会倒下 但杨菜坚信马林一定会叫来希特 大壮直言这绝对不可能 一个壮汉和一个罗莉四目相对 随即大壮决定和几人赌一把 不赌心来赌命 如果希特天亮之前没能回来 杨菜一行人都得死在他的手中 包括隔壁的奶奶小姐 这边马林终于来到了之前的废墟 撑着重伤的身体爬到了希特面前 试图唤醒心跳停止的希特 可直到夜晚来临 希特依旧不见苏醒 回想起杨菜说过的话 马林不想放弃 于是立马进行了急救措施 人工呼吸和心跳复苏 可依旧不见任何效果 随着身体的血液不断流出 马林也逐渐陷入了虚弱 此时他已没有了力气 心想估计是要凉了 昏睡之际他回想起了小镇上的同伴 以及和希特度过的难忘约会 一时间马林又睁开了眼 现在他还不想凉 他还有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那就是对希特表白心理 可花未说出口 他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再次睁开双眼 小镇的同伴都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 原来卖菜大姐到听途说得知了几人消息 于是吵着说马林有危险 所以大家就全都赶了过来 众人帮马林包扎好了伤口 并鼓舞他向希特表白 虽然有点难为情 但马林还是对着希特说出了那句我喜欢你 可希特依旧没能苏醒 没能回应 这让卖菜大姐一脸恼怒 上来就给了希特一巴掌 曾经他们的贫困山村 来了一位新人监察官 他很笨拙 但总是面带微笑 其实他的内心非常脆弱和胆小 可他总是拼尽全力帮助村民 所以这样的女生拿出最后的力气表白 不吭声不回应算什么男人 为了马林他决定打醒这个魂球 就在下一巴掌将要落下时 马林心疼地护住了希特 此时另一边也迎来了日出 根据打赌大壮要拿走他们的小命 其实杨菜早已看出 大壮也希望希特能够出现 所以才愿意等一个晚上 被戳破内心的大壮愤恨不已 当即就使用重力压制三人 但杨菜还是坚信希特一定会活着回来 大壮的怒火愈加愈烈 决定先把杨菜的嘴给碾碎 而就在关键时刻 希特及时赶来 看到希特真的出现 大壮怒气暴涨决定立即战斗 希特则请求大壮给他一点时间完成约定 大壮的火气也瞬间消失 随即希特将马林交给了跟班 并告诉跟班马林急需手术治疗 但跟班一连猛 表示他不会治疗手术 却被希特当场揭穿 随后跟班抱着马林去到一旁进行手术 杨菜则留在了原地 而之前希特所说的约定 就是答应马林向杨菜表白 一句我喜欢你也是让杨菜心花路放 原本他打算这辈子都不说 毕竟是自己达了杨菜的父亲 而自己或许真的不是杨菜要找的鸡坠王 所以才会拼命与杨菜保持巨人 可杨菜才不管这些 上来就直接赏了一个香味 杨菜母亲确实是让他去寻找鸡坠王 但找的鸡坠王是他自己选择的鸡坠王 所以他选择了希特 希特就是他要找的鸡坠王 而且三百年前他就成诺了 不愧再让希特不堪 如今终于两情相悦 杨菜让希特赢下这场战斗 在谈论生孩子之时 但他不希望希特杀掉任何人 希特也把刀答应下 为了旅行与杨菜一起生猴子的约定 男主奋勇地一刀而下 高出十几万点数的大壮 竟被打得节节败退 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而胜利竟在咫尺 可突然迎来了一阵扫射 来人正是追击鸡坠王的水花 看着他高潮的表情 不用想就知道他又被打药了 很快希特被大壮的重力压制 水花则疯狂输出 希特陷入了苦战 这场战斗的局势也是瞬间逆转 面对两个鸡坠王的联合攻击 希特也是不到三秒就败下了阵 但希特是打不死的蟑螂 杨菜也不怎么担心 因为他相信希特能够胜利 而目前他们最主要的 就是治疗重伤的马林 此时大壮决定乘胜追击 再次利用重力死死压制希特 水花则是立马高潮扫射 就在大壮打断再次发力时 奶奶小姐出面阻止 可话未说出口就被大壮打黑 而杨菜这边同样也被大壮的重力压制 眼看马林的伤口愈加严重 希特终于不再赢人 眼中001赫然出现 钢铁男的到来打断了重力压制 众人都非常欣慰 但同样也是彻底惹怒了两个鸡坠王 不过这对机友的联手绝不意乱 二对二的局势也是瞬间展开 希特对战大壮 钢铁男则对战水花 可不管水花如何疯狂射击 子弹始终都无法击中钢铁男 用这种编角料的铁蟹格当 再看到点数只有一点 水花都不禁嘲笑 随即从空中缓缓站在了地面 开始疯狂射击 可钢铁男依旧稳如老狗 水花也瞬间回想起了当初 钢铁男紧停一块铁蟹 便挡住了暴走希特的进攻 一时间水花心中还是不愿相信 又再一次疯狂扫射 而钢铁男一边靠近一边说 没用的 不管怎样一枪都不可能打中自己 水花也开始了疑惑和懊恼 怎么搞的 为什么会打不中呢 钢铁男只能告诉他 没有信念的子弹是打不中自己的 水花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丢掉重狙击掏出手枪继续射击 可这次的子弹竟完全射歪 水花开始慌乱 就连换蛋都是颤颤巍巍 此时的钢铁男已经近在咫尺 可水花连开竖枪却依旧射减 钢铁男一把抓住枪口对准了自己心脏 他怒吼质问水花 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 一时间水花彻底破防 手枪也掉落地面 他跪地痛苦 因为他的信念就是不把枪口对准同伴 此时希特与大壮的战斗刚刚开始 大壮一个重力球就将希特大刀打弄 可即便没有了大刀 希特依旧选择用拳头与其战斗 于是曾经在一起并肩作战的两者 开始了拳拳到肉的活动 一个坚信不杀敌 战争无法结束 一个则是认定这个掠夺世界是错了 曾经在废弃战争中 希特无论如何都无法对孩子下手 于是敌人看中了这点 好在大壮出手阻止 之后来了几十几百个小孩 都是大壮代替希特出手解决 所以阿尔西亚一旦回到地面 肯定又会有无数战争出现 这便是大壮最不想看到的 虽然希特也不愿再出现战争 但他不想一般的人白白牺牲 这个用鲜血创造的世界 他始终无法接受 两人的谈判决裂 大壮认为他们之间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互相残杀 他让希特拿起大刀和他拼个尼斯文 不然战斗永远都不会结束 随即大壮全身发出绿光 无数重力球凭空出现 也将希特包围其中 水花大喊不亮 因为这招非常恐怖 一声令下无数重力球砸向了希特 希特一个跳跃尽数躲避 但大壮早已看穿 一抬手一个黑色龙卷便拔地而起 直席希特而去 而不管希特如何逃离 最后还是被吸入了黑色龙卷 随即黑龙卷逐渐浓缩成了一个小球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大壮一把将其捏碎 你敢相信吗 这人竟然就是我们帅气的男主 但怎么看都有点可怜 又有点好笑 就在不久前 希特被大壮吸入了 只有死亡的重力深渊 众人都以为希特已经凉了 可此时此刻身在深渊的希特 却并未死去 他想要在此寻找出口 可突然耳边就传来了同伴的声音 鸡坠王专属面具也随之出现 他们一直在对希特进行洗脑 让他乖乖接受一切 永远地沉睡在这里 希特奋力拔刀挥砍面具 可面具都会在下一秒完好如初 而面具所说的都是他内心的心魔 但不管心魔如何蛊惑 希特心中都铭记与杨菜的约定 一定会回去 就在希特准备放弃的时候 杨菜的呼喊惊醒了他 此时此刻杨菜不相信希特会就此死去 而众人也都一样的想法 他们坚信希特一定会回来 希特得知众人的心意后 重新拿起了大刀 约定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所以在完成约定之前 他还不能死去 他一定会履行约定回到重要之人的身边 坚定的信念使得大刀发出了光芒 虽然回去可能会徒增痛苦 但如今有人愿意和自己一起呢 希特将大刀插入地面 伴随着耀眼光芒 大壮的重力球也开始发生变化 杨菜一脸欣喜 众人也都感受到了希特的气息 随着一阵闪光过后 王者终于回归 而大壮是一脸的愤怒 当即就对希特发动了进攻 为了同伴的不杀愿望 他需要大壮相助 随即一拳直击大壮脑门 一时间大壮想起了曾经两人的战场 当时为了拯救希特 他亲手杀害了无数小孩刺客 承受了这份罪孽 而他也想要快点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两人约定 要一起杀光所有敌人 此时众人都围惧在了希特身边 而被重伤的大壮也缓缓到处 七颗原始数字球 有三颗都在大卫手中 特务总队也还剩三颗 话落他掏出了杨菜掉落的那颗 而这就是多年前被盗走的那颗 转头他就将数字球丢还给了杨菜 并表示他现在也不知道 看着大壮离去的背影 希特由衷地表达了感谢 事后希特来到了马林的病床前 对他的感情说了句抱歉 转眼马林就随之苏醒 看到自己只穿了内衣 他害羞地捂住了背影 中间发生了什么他没印象 但依稀记得自己向希特表白 一时间他是又羞又糟 刚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突然小镇的同伴就出现眼前 马林没想到自己会被希特甩了 虽然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但他内心还是感到了一丝丝的悲伤 众人一看马林真的伤了心 于是为了给马林消起 众人就揍了希特一顿 转眼几天过去 在当初的山崖之上 希特对杨菜表达了感谢 而杨菜为了奖励希特 决定就地给他生猴子 希特瞬间笔血直溜 话说这到底是谁奖励谁啊 曾经母亲教导过杨菜 要是遇到喜欢的男人 就赶紧张开双腿别放他跑了 所以杨菜决定硬王八上宫 一脸期待地朝着希特走去 可每当关键时刻 总有人会咳嗽一声 随即几人齐聚一起 钢铁男提出今后的打算 希特作为核心人物 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收集七颗原始数字球 得到可以改变 这个被数字统治的世界的力量 然后为全人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这个目的也是众人的心愿 钢铁男等人也决定 跟着希特大干一场 水花也表示愿意辅佐希特左右 而目前的目的就是前往王都 与此同时身在王都的校长 也得知了希特的目的 吩咐手下做好控制准备 而专门为了对付希特 他也做足了万全之策 本集到此就解说完毕